哈囉 大家好 我是Taka 今天想和大家來聊一下 屏東縣政府要花25.8億蓋棒球場的這個故事 那這個影片我本來就已經找了蠻多資料 想要和大家分享一下 可是前幾天被那個王柏榮 上禮拜吧 上禮拜被王柏榮還有那個劉俊豪的事件 洗板洗到好像也沒什麼人要討論了 那後來昨天我又看到PTT上面又有人在討論 想說我的頻道好像也蠻多觀眾沒有在看PTT的 資料早都早了 那就順便還是來講一下吧 那先講一下結論啊 我看到這個新聞被爆料出來 那雖然是已經很久之前就決定要蓋這個球場了 那新聞被爆出來的時候我是第一次看到 我就是當下的第一個感覺就覺得 台灣的棒球環境真的好可悲 好像永遠都要跟這種政治掛鉤然後被操弄的感覺 也...可能當地居民真的有需要吧 但是真正的棒球運動要發展 不是只有一直蓋大球場的事啊 然後我是完全不覺得台灣現在還有需要蓋國際級棒球場這種事 任何地方都一樣 今天不只是蓋在屏東 蓋在所有地方都一樣 就算蓋在台北 蓋在台中 蓋在高雄 我都不覺得台灣還有需要蓋國際級棒球場這種事 因為根本沒有這麼多國際賽要打 而且台灣能舉辦國際級賽事的球場有17座 那哪17座呢 大家有興趣自己去查一下 其中A級的球場 也就是這一次屏東縣政府要蓋的A級球場 目前已經有4座 分別是桃園 然後台中洲際 斗六還有陳青湖 那未來還會有大巨蛋跟亞太園區的那個3萬人的主球場 就有6個了 到底哪有這麼多國際賽事好辦 而且未來在有大巨蛋的情況下 任何的最大型的國際賽可能12強 WBC 這些都會在大巨蛋辦吧 就連這次辦經典賽的洲際球場 下一次應該也不會是首選 那到底為什麼還需要蓋一個國際級球場 A級球場呢 而且說到國際賽 我真的不認為有任何的主辦單位 會想要把國際賽辦在屏東 應該說在有桃園 有洲際 有大巨蛋的情況下 我真的不覺得會有主辦單位 除了政治考量因素以外 我真的不覺得會有主辦單位 會想要把舉辦賽事的足球場辦在屏東 到時候一定也只能辦一些二三級的國際賽事 不知道大家的看法是如何呢 針對這個國際賽的話 那個什麼人口啊 然後後續規劃怎麼樣啊 那我們待會再討論 那我個人是覺得就真的不需要蓋啦 講完我的結論之後 我們接著從其他角度來討論一下 這座球場到底有沒有新建的必要性吧 那要開始討論之前 我先講一下聲明喔 其他後面的內容會帶有很大量的政治元素 如果你覺得看得不舒服 你就直接關掉影片吧 我沒有想要討論政治 只是因為這是他們的決定 他們的決策 然後我不是很認同 如此而已 我們先從這座球場的起源開始講吧 在2021年9月的時候 當時前面高鐵要延伸到屏東 就已經炒了一段時間了 那確定高鐵要延伸到屏東之後呢 就有一塊預定地 那這個預定地呢 我們的蘇貞昌院長表示 這邊未來會要蓋一座新的球場 那蓋了球場之後呢 這座球場會是高鐵直達 會是全台灣 離高鐵站最近的一個球場 所以這個球場應該要規劃成A級 要能容納一萬五千人的球場 不應該只蓋一個B級 只能容納一萬人的球場 而且要設置練習用球場 而且要設置練習用球場 新的圖畫出來之後呢 我想這個屏東縣政府 應該是把這個蘇院長的話 當耳邊峰吧 那在2022年 台岡熊英宣布要加盟終止 而且有意表示要發展 這個高雄屏東雙組場的制度 看到這邊屏東縣政府應該開心極了吧 那終於有球隊要進駐 那這個球場是勢必蓋得成了 然後這座球場最初的設計 聽說好像是有得獎吧 是做一個內野三層外野雙層的設計 弄得很漂亮 結果好像說因為蓋不出來 所以後來又改了設計圖 最後變成內野雙層外野一層的公版球場 我個人覺得看起來很無聊啊 完全沒有心意 基本跟周記長的快要一模一樣了 只差沒有上面那個棒球的設計而已啊 那這座球場在經過5次的流標之後 終於在今年的4月決標 確定要蓋了 造價是25.8億 那在被這個王委員爆料之後呢 新聞就開始大家就會去查了嘛 以前桃園球場蓋的是8.36億 周記是10億 斗六是8億 天母呢是6億 這個通膨還要算進去啦 但是我不知道有沒有捧到 假設一個天母會 會6億可以蓋到15億 應該可能會有吧 那屏東縣政府這個新的球場呢 中央是補助7.5億 然後他們自酬18.4億 要這邊要先講一下 他們是不只蓋一個球場 還要挖一個制洪池 然後做一個景觀公園啊 那不能跟新竹那個球場一樣 大家就覺得說 全部都是花在那個球場裡面 下面還有蓋什麼停車場啊 那些設施 大家都應該要知道 那屏東縣政府這邊呢 是 算是一個球場公園吧 我也不知道 有沒有什麼其他的設施 可能最後就會變成一個 養蚊子的公園 也不一定 那我在挖這些資料的時候 有看到一些 屏東縣政府那邊有一些很奇怪的 檔案跑出來 我不確定這到底是要幹嘛用 還是可能就是政府標案有規定 我在查的時候有看到一個 這個屏東縣立國際級球場 新建工程機關採購 廉政平台評選委員 座談會的一個poppoint出來 然後裡面就是在講說 我們這個標案啊 是有多清廉 大家覺得不可能貪污 然後貪污的話 會發多少錢喔 然後找了那個大同棒球隊的球員 去那邊拍了一張照 然後我不知道這個 這個這個 座談會的意義到底是什麼 告訴大家說我們都沒有貪污過這樣 那如果你沒有辦這座談會 意思就是說 欸對 所以這個就會貪污嗎 是這樣嗎 就完全意義不明啊 我不知道這座談會的意義到底是什麼 有種 此地無因三百兩的感覺吧 可能是政府規定吧 一定要做這種東西 我也不確定 但我覺得有點浪費資源 那這個球場決定要蓋之後呢 就有新聞稿出來啦 新聞稿上面是寫啊 不僅使屏東有符合國際級標準的棒球場比賽場地 並得以舉辦國內外大型的棒球賽 並爭取舉辦國際棒球運動賽會 提升台灣國際地位及能見度 前面講的都 就反正蓋了你一定要去爭取嘛 那還算合理 但是為什麼 這雖然是新聞稿的那種光話 為什麼蓋了一座球場 就可以提升台灣國際地位以及能見度呢 那你把大巨蛋放在哪裡啊 結果好可悲啊 根據這個王委員的爆料中啊 他有提到這個屏東縣的棒球場呢 評估報告中啊 是顯示 這個球場的年收入是三千九百三十九萬元 年支出是一千三百六十九萬 預估啦 那我找不到這個評估報告 所以我不知道他們的細項 就是他覺得 到底怎麼可以收到三千多萬 後來有網友去查 就是其他的 什麼斗六啊 一年收入可能就頂過幾百萬而已 我不確定 我沒有去查證 但是我個人是覺得 屏東要蓋一個新球場 年收入要到三千 要將近四千萬元 我覺得不太可能吧 有可能嗎 就算有職棒球場進駐 他要雙組場也不可能 在那邊辦多少場比賽啊 總值你主場頂多就是六十多場 還要分兩邊三十多場的場地費 那你還有什麼其他的齁 演唱會好了 一年能辦幾場 真的有辦法收到三千九百多萬嗎 但評估報告找不到 不知道是被下架了還是怎樣 就是整個這個內容很少 只有找得到什麼絕標工程 可能是我能力不足吧 我真的是找不到 那如果有網友能找到的話 麻煩再提供給我看一下吧 那剛剛講的是這個新聞稿的部分 已經木已成舟了 反正球場確定要蓋了 大家到底會蓋得怎麼樣 有沒有需要蓋 這大家再自己去思考一下吧 那我們來看一下 PVD上面的網友怎麼說好了 那剛開始討論的時候 第一個跳出來PO文的網友 回文的網友 他說 他覺得屏東才八十萬人 不用這麼大的球場 蓋幾個中心的二軍基地就好 那二十五點八億的球場 每年要花多少維護費 那使用效率的部分 真的有可以達標嗎 那如果就算用來當 春訓或者是什麼東盟之類的場地 真的會有球隊要租用嗎 你們也還沒有去招商啊 或是什麼什麼之類的 那效益的部分呢 他覺得北部都沒有好球場 人少的地方都一直蓋這種球場 這他說的喔 不是我說的 我沒有要佔南北 他覺得應該 在南部這個地方 應該要提升基礎建設 不需要蓋太大的球場 不用蓋這種A級球場 我覺得講的蠻有道理的 但不知道為什麼 他那時候那篇文章被虛報了 看起來 我真的覺得看起來 很像是網軍在洗留言 我不知道 但我自己的感覺是這樣 然後還有人須他說 屏東孕育了這麼多棒球好手 不值得一個好球場嗎 我看到這邊真的覺得 這個人是在反串嗎 他因為有一些新聞稿 確定是這樣子在講啊 就是他覺得屏東有什麼 羅家人啊 還是誰誰誰 然後甚至什麼 他連高雄的都講進來了 那也許他是在反串的部分啊 但是如果不是的話 那我舉個例子好了 大古祥平出生在日本岩手縣的水澤市 那個地方現在叫澳洲市啊 然後那個地方人口大概是10萬人 那市內的最大的球場呢 容納人數是1640人 照你這個邏輯 那個水澤 澳洲市這邊 現在是不是應該要蓋一個 能容納3萬人的球場啊 出一個大古祥平耶 那有些可能就 那個國小國中那不算啊 就這樣就夠用了 好那高中好了 我們說到花卷東高中 大家知道吧 大古祥平 還出了橘石雄心 今年還有一個佐佐木林太郎 打破那個高中全聯打紀錄的 都是出生在 都是在花卷東高中 那花卷這個地方 就是離大古出生的那個澳洲市 是在北部一點的地方 人口也大概是10萬人 他們這邊就有比較大的一個球場了 到花卷球場 就是岩手縣這邊裡面算是大的球場了 那個佐佐木朗西也去那邊比賽過 花卷東高中出了這麼多知名選手 照這邏輯再上來講的話 應該要蓋一個5萬人的球場吧對不對 就是 這到底是什麼邏輯啊 而且 再講一下 花卷市的那個球場 我後來就查了一下 他是1934年就蓋好 然後1988年的時候 有進了一些改善工程 就是整個整修過啦 那 究竟花了多少錢 我就不太確定了 就查不太到 但是 人家 就算1988年到現在好了 也是過了二三十年 二十幾年去了 那為什麼 人家可以維護得這麼好 然後台灣的那個屏東球場 一直被人家說要退役了 屏東球場也是1979年就蓋好 頂多差了不到十年啊 那 怎麼會變成完全沒有維護 啊人家的是那個 甲子園的最大 就是地區預選 還是在那邊比的 這 為什麼台灣的球場 永遠都要這麼可悲 就是都沒有人要維護 說真的啊 我覺得台灣能蓋出這種等級的球場 然後還能維護得好 那就真的是阿彌陀佛了 那再來第二個網友講啊 他說比較了一下亞太國際棒球村 跟這個屏東棒球場 一樣都是花了二十幾億 然後一個蓋了一個公園 加一個1.5萬人的球場 那一個亞太那邊蓋了四個球場 主球場還能容納2.5萬人 那所以他覺得那你屏東這邊到底是要發展什麼 你要發展棒球嗎 還是要發展經濟 我也是覺得如果你要發展經濟的話 為什麼要蓋棒球場 蓋一個商場 蓋一個outlet 蓋一個百貨公司 甚至看有好事多要不要去那邊進駐 不是都比較好嗎 然後結果那一篇 這個比較 台南跟屏東的這個網友啊 那篇文章 還是有人虛他 說什麼 講說他怎麼沒有把通膨算進去啊 什麼那時候亞太的時候 多少錢現在蓋得成嗎 然後還有人說 你是不是看不起平東人之類之類的 我就覺得 這是什麼討論呢 那再來第三個 這是討論繼續下去了之後 有一個在屏東上班的高雄網友 他寫了一篇超長的文 主要是在講 他覺得蓋在六塊綽這個地方很棒 然後說什麼可以吸引到屏東市區啊 萬丹啊 林洛還有九如這些地方的居民 都很方便就可以去看球 然後離一些像高雄地區的居民 什麼大樹大寮鳥松這些地方的 離他們那邊也很近 去看球很方便 他們都會想要去看球這樣 高雄那邊我就不清楚啦 那邊可能住的人真的比較多吧 但他舉了很多地名啊 聽起來好像很厲害 就是喔對阿對阿 這些地方的人都會想去看球 我稍微去查了一下 屏東市區就對了阿 還算 離了稍微有一點 算蠻近的 屏東市區有19.4萬人 這真的蠻多的 那萬丹 他剛剛講到萬丹 萬丹是4.9萬人 還算可以蠻多的 林洛不好意思 我是中部人 我第一次聽到這個地名 那時候看到的時候 我第一次聽到這個地名 林洛只有1.1萬人 然後還有九如 九如這邊是 有聽過2.2萬人 有比較多一點阿 但就 加起來 也不超過30萬阿 那 真的有很有效益嗎 不知道 然後他還繼續說阿 離高雄經濟街的地方 車程大概30分鐘以內 就可以到球場 那很方便 大家就會有興趣想要去看球 嗯 我舉個例子吧 我家住離洲際棒球場 大概騎車5到10分鐘之內會到 沒有興趣的 離得再近都不會想去看球阿 我今年就只進了 去湊了一次版神日而已 然後 還有去看一次那個經典賽 就這樣 我經典賽也不知道算不算 你真的沒有 對棒球沒有興趣的 你就算蓋了一個棒球場 蓋了一個很高級的棒球場 你也不會想要去看 頂多就一次 那你一年搬那邊搬那麼多比賽 你就去看那麼一次 這樣子也沒有效益阿 那蓋花這麼多錢蓋要做什麼呢 沒興趣的 你再怎麼講 他可能都不會去看 他要你 要你掏500塊去買球賽的門票 他可能都不想 那你憑什麼覺得蓋了一個新球場 他就一定會想要去看球呢 台灣人 台灣人真的沒有你想像中的這麼愛棒球阿 你可能很愛你會去 但台灣人真的沒有這麼愛棒球 然後這篇文章裡面還寫 就他寫得很長 還講說齁 期待這個屏東跟成青湖這兩個球場能 弄成一個什麼紐約 像那個紐約地鐵大戰這樣子 什麼屏東加成青湖兩地開打 可能有一些話題性 你甚至可以就是這邊看一看 跑去那邊看這樣 有夢最美阿 加油加油 然後他在文章的後面 放了一些那個本職球迷的一些 進場拍啦啦隊的照片阿 看起來真的是一個球迷 但不知道為什麼 我還是覺得整篇看起來很像 一個刻意的在帶風向的感覺阿 我不知道 不知道大家覺得怎麼樣呢 然後剛剛那篇文章 被一個住在離六塊處附近 只有五分鐘距離的網友 他寫了一篇文章反擊阿 算反擊嗎 反正就是回文阿 他說他覺得這個球場 就是一個撒錢用的廢物 他覺得屏東地區的棒球人口 根本沒有這麼多 也不是棒球人口 我覺得是 他應該是覺得屏東地區 會想去看棒球的人 就沒有這麼多 他舉的那些地區阿 就是我剛剛舉的說什麼 那個人口很少的地方 他覺得那邊都是一堆老人 還有一堆北漂的人 那這些老人有可能進場去 花錢買一隻一百塊的熱狗 然後買那個三百塊一份的套餐 五百塊一張的門票嗎 進場之後還要去看一場比賽 搞到十一點才能回到家這樣 大家覺得有可能嗎 我覺得 也還是有啦 搞不好有那種就是 年紀比較大的 很喜歡棒球的 的一些朋友 那而且他覺得 離那個六塊錯 這個預定地阿 就是新的球場 預定地 離澄清湖也不過就 二十分鐘的路程而已 真的有必要蓋得這麼近嗎 這樣 不過他這篇文阿 被剛剛前面那個網友 又反駁了一次 然後也是洋洋沙沙寫了一整篇 我有稍微認真的看了一下 感覺很像在蝦庭 你知道嗎 就是人家講了什麼 他就覺得說 欸你就是 你是為了反駁而反駁這樣 然後他就是 還是一直覺得說 蓋這球場很棒很棒 就是要蓋這樣 然後後來他還講到 他覺得 這個屏東的球場 不知道為什麼 他覺得後來就會變成一個 可以變成一個 稱職的副球場 或者是替代球場 說什麼可以 如果有一些補賽州 場地已經外界了 來不及消化的時候 那這邊就會變成一個 很棒的替代球場 阿 不是阿 替代球場可以 但是 為什麼要花這麼多錢 蓋一個替代球場呢 然後整篇還是一直在講 什麼對周遭的居民阿 很方便很方便怎麼樣 大家就會有興趣想去看球 裡面還寫到 什麼三級棒球跟 二軍 直棒二軍都能使用 二軍就算了 二軍確實阿 搞不好可以在那邊打球 三級棒球 先生 我不知道是不是你不太懂棒球 還是怎麼樣 你覺得三級棒球的經費 有可以支撐他們去 用到這種球場 一場可能要花個好幾萬塊 來練球嗎 那個評估報告裡面講說 他們一年要收3939萬 難道他們有可能把那些 可能借出去的時間 無償給這些三級棒球的使用嗎 真的是別傻了 我個人是覺得 屏東不是不需要球場 甚至你要在那個地方 蓋一個比較簡易的球場 甚至什麼二軍基地 春訓基地那種都行 我都覺得比現在這個要好很多 也不用花這麼多錢 而且全台灣都非常需要球場 但是絕對不是這種 A級的高級的棒球場 甚至稱得上高級嗎 就是公版的 經費花比較多的球場而已 真的不需要能做這麼多人的球場 台灣已經夠多了我覺得 台中前幾年吧 我忘記幾年前 一兩年前 啟用了一個 簡易的棒雷球場 然後我那時候有被邀請去 就是之前 反正我有拍到一些畫面 那那個球場 我後來去查了一下 造價是1500萬元 就能蓋一個可以供市民使用的球場 1500萬元 那如果就算拿這個這一次 屏東縣政府 那個中央補助的7點多億來說好了 那也可以在全台灣 蓋將近50座的這種簡易棒球場 為什麼一定要去花這麼多錢蓋球場呢 有些人可能會說 欸蓋了要養護什麼的啊 那好吧 那一半的錢 全台灣去蓋 先蓋25座球場 啊剩下的錢拿來養10年 這樣也好啊 就是總比 再來我講一個 我在找資料的時候 查到一個最可笑的 這真的很可悲 我那時候查到屏東縣政府最近 不知道為什麼一直花大錢 在做一些建設啊 去年才啟用了一個 赤字4.5億的 這個國際華輪溜冰場 那其實那個蓋得還不錯 裡面蠻漂亮的我覺得 除了這個以外呢 在那附近 在潮州那個地方 他們也有蓋了一個棒球場 花了多少錢呢 7900多萬元 去蓋了一個新的棒球場 那原先啊 最一開始 那個球場說要蓋 一個棒球場 一個壘球場 然後後來不知道為什麼 今年蓋完了 變成只有一個棒球場 然後旁邊 變成什麼 滑輪溜冰公路賽道 那個賽道 蓋了就算了 雷球場不見就算了 然後那個賽道中間 塞滿了太陽能板 在那邊重電 那個棒球場的最外野的 最後面那邊 也在重電 也蓋太陽能板 然後那個太陽能板 在那個賽道中間 就蓋得很低 你從那賽道 一不小心滑倒 或一不小心 從才快溜出去 感覺很像會被 那個太陽能板插死之類的 我覺得 真的很可悲 為什麼 為什麼又 就是會變成這樣呢 然後整個完全沒有美觀 那個球場 花了7900多萬元 台中那個 1500萬的檢疫球場 就有夜間照明設備了 7900多萬的 也沒有夜間照明設備 那些重電的太陽能板 也不是 為了要提供那些 那個球場的照明設備用的 總之 整個就很可悲 大家可以自己上網搜尋一下 潮州棒球場 就有新聞 之前 三月多的新聞 那這個感覺水很深啊 我就 不再多說了吧 大家自己有興趣去看一下 講太多 我怕頻道直接整個被弄不見 然後最後再講兩點好了 第一點是看到有網友表示啊 這個蓋好了之後 因為是高鐵直達 有可能 北部的朋友也會想要去 屏東看球 這個真的也是 有夢最美耶 台北到左營的 那個票價 高鐵票價就已經要1500多了 到屏東好啦 算1600好了 來回3200 然後買票500塊 球場裡面吃吃喝喝 也花個500塊好了 買個 搞不好還想買個周邊商品 台剛的 可能球衣帽子之類的 假設 少一點 算花300塊好了 那看一場球 來回這樣子 就要花4500 搞不好你還想說 不要玩得這麼累 你要去那邊多住一天 你從球場要去 不管是屏東去高雄也好 你可能 住宿家 交通 又要再多花個2000塊 那這樣 住一天 去看一場球 可能要花個6000到7000塊之間 那再多貼個一兩千塊 我都能買那種紅眼航班 去日本或韓國了 真的會有人會想 花這麼多錢 去看 一場棒球賽嗎 也許會有吧 也許真的會有吧 然後第二點 還有人覺得可以蓋起來 至少可以成為一個什麼 春訓基地之類的 然後 可以帶動商機 那個人回文啊 他說 他今年解禁之後呢 有很多人 很多台灣人 飛去沖繩看春訓 他不覺得 屏東的條件會比沖繩差 我今天 覺得這強法真的是挺可笑的 這個網友 我建議你先去沖繩看一看那個春訓吧 看一看所謂的沖繩的春訓商機吧 也許啊 也許屏東的條件真的沒有比沖繩差 但要真的要複製沖繩的這個春訓商機的話 我基本講一下就是 不可能 絕對不可能 如果你們有去看過就會知道 那個 我上次去 巨人隊 村訓的那個時候 那個場地外面 平日喔 我也是找不到位置停車 然後 你去現場看 平日 他們只有在練習而已 就有將近五百到一千人 下午 那天下午搞不好還沒比賽喔 就有五百到一千人在那邊坐著 看他們練習 外面也還有人去可能吃吃喝喝啊 在那邊買 周邊什麼的 板神 在沖繩春訓 他們是在宜野座這個地方 宜野座這個地方 人口有多少呢 大概是不到一萬人 那裡的球場的滿座是七千七百人 然後我那天去 畢竟版身也是一個黃色人氣球隊嘛 我那天去的時候 人多到爆 我根本也是找不到停車位 好不容易找到位置去了之後呢 現場是滿座 完全沒有位置 台灣的職棒賽季 場均大概就是六千人 然後 他們的村訓 就可以做將近快七八千人 你覺得 有可能 複製這個村訓商機嗎 他們的商機是用幾億幾個 幾十億幾十億在算的 台灣的村訓商機能弄個 能弄個一百萬可能就不錯了吧 我真的覺得台灣人真的沒有這麼愛棒球 那是 你們有在關注的人 可能會覺得 欸我很愛棒球 我身邊有一群很喜歡棒球的朋友 大家就會想去看球 但是多數的台灣人 真的沒有這麼愛棒球 做純訓基地可以 但是 絕對不會有這麼大的商機 也不需要用到這麼大的棒球場 那我最後再呼籲一下 就是 台灣的棒球環境真的好可憐 我現在在打球的地方 是在台中的 太平這個地方 然後 我們的球場裡面 每年都說要花多少經費去弄什麼弄什麼 然後結果最後 我不知道那邊的那個 那個保管單位是怎麼處理的啊 那個給大家看一下畫面 就是我們裡面的球場 非常危險 在那邊打球 外野接球 隨時有可能會被擦死 就是 隨時有可能 會被那個球場的那個鐵絲 劃破你的皮膚 然後可能會破傷風之類的 然後球場 那個 今年初說什麼 有爭取經費 要來裝什麼外野的護欄 護墊之類的 然後也是沒有下文 然後一年 一場球 比賽要收我們 兩千兩百塊 政府的場地 主辦單位一場要收兩千二 有啦 有裁判跟球啦 但我不知道其他的設施 到底都換了什麼 反正 就是希望 政府能 他們會看到這影片嗎 應該不會吧 但是就還是希望 能多撥一些經費 給一些真的有在從事棒球運動的 不管是基層也好 不管是想要推廣這運動的一些 善心人士 有力人士 都好 不要 永遠都是想要蓋這種華爾布什的球場 就是這樣 跟大家分享一下這個 屏東棒球場的一些消息 還有那個可悲的操作球場 那今天影片就先到這邊吧 我們下支影片見 希望這支影片不會出什麼大事才好 掰掰